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就說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 是才跟拜登還有岸田 在這個舉行的三國史上的 首屆的峰會 但是看到他的後院 好像有點揮修處 就是這個前總統都特地 就揭露說 其實他們跟這個大陸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在曾經以前有一個南海協議 是君子協定口頭上的 雙方都不會在仁愛交等爭議 區域有動作 雙方就因此撕破臉 那另外4月20號 王毅在這個八部牛亞 幾內亞或這個外長會見的時候 他就講到了 島國是島國人民的家園 不是說任何一個大國的後院 美國拼湊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旨意在地區引入核潛艇開發 是違背了南太平洋的無核區條約 亮哥怎麼看 這個所謂的歷史協定是 小馬可是懷疑杜特地 有跟中國簽密約 密約啊 那事實上並沒有 他甚至要用國安法辦他 本來揚言 那後來發現 都特地人家女兒是副總統 那你是要搞內戰是不是 所以他後來想一想不能這樣幹 可是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奇怪為什麼中國大陸對我那麼生氣 你那麼生氣 他就是有一點就是說 你就是中國同路人 不然你怎麼都一直在講我的壞話 批評我 你是不是跟他們講好了 那我覺得坦白說 都特地路線本來就跟他不一樣 對 那你說都特地那個時候得到 中國大陸那麼大的支持 包括對那個吸毒犯 幫他蓋那個大型的醫院等等 你當然不會去扯仁愛嬌嘛 誰去搞這個啊 事實上仁愛嬌那個破船 杜特地那個時候也在 那時候就在了 24年啊 你想一想嘛 24年 那時候就沒事啊 對啊 對啊 那個時候事實上他也一樣啊 運食物跟水啊 因為他在那邊有一個簾嘛 對 那你總是要換房啊 因為那個地方很熱啊 你待過南海的豬島你就知道 沒有人可以在那邊待一個月了啦 所以他們要一直輪掉嘛 那杜特地那個時候也有啊 為什麼就沒事 對 那你小馬可是 顯然你就是要運建材嘛 才會引發衝突嘛等等 那那個原因我們就不細談了啦 當然很多人懷疑 他的家族利益跟美國有關啦 可是這個我們就不去講他了 那這個 事實上菲律賓最近 比較大的事倒不是這個啦 比較大的事是美國 把那個飛彈運到 旅宋島啦 這個比那個 美日飛 嚴重太多啦 低風系統 就是那個低風系統嘛 美國夜黑風高 從本土 開這個運17啊 飛了15個小時 偷偷運進菲律賓啦 這個是超大的新聞啊 這個我認為 處理的不好就變成 亞洲版的古巴危機啦 現在中國跟俄羅斯 都講了一些話啦 可是因為才剛開始 這個才是大事啦 所以什麼仁愛礁那都小事了 那個小事啦 那根本洗不了什麼風啦 仁愛礁你根本沒有辦法佔你嘛 你怎麼佔你呢 就像釣魚島一樣嘛 釣魚島也沒有辦法佔你啦 上面又沒有人 而且人家根本就還沒有填海照陸 這個低風的武器系統 這才是完真的啊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 在中國的家門口 把美國的這個 我們也不要說中程飛彈啦 反正那個低風系統 是可以裝戰斧飛彈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還沒有回應 當然回應啦 這個零件都已經講了 他事實上是衝著菲律賓啦 他說菲律賓不要搞不清楚 自己的利益啊 到時候你就引火自焚啦 所以已經看到 中國大陸做一個動作了 因為呂宋島上空就立刻發現 有大陸的無人機這個真漆啊 這個以前沒有飛去那裡 現在就直接飛到你的上空 所以開始有動作了 不是啊 因為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裝核彈頭 對 因為戰斧飛彈可以裝核彈頭 你不是開玩笑的 戰斧飛彈可以射1000到2000公里 對 那個跟那個標6不一樣啊 因為它可以裝兩種飛彈 另外一個是標6 所以接下來菲律賓的焦點 不是在仁愛焦了 焦點是在呂宋島這個地方 這個非常嚴重 那俄羅斯也出來講話 俄羅斯的副外長 俄羅斯說我們本來這個暫緩 裝中程飛彈這個決定立刻取消 那他說他們也不排除到古巴裝飛彈 說既然美國那麼喜歡在亞洲搞 亞洲版的古巴危機 我們就來重溫古巴危機2.0 你才好可怕啊 是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才是大事啊 那另外同一個時間點呢 澳洲卻是公布了2024年的國防的戰略 那祖宗是放在要遏制中國強制的手段 無法慢慢來 稱說這個敵人無需踏上澳洲的領土 要扼殺貿易長線即可 我們看到這個解放軍本身自己的戰力 也是非常的強 立長軍 我接著剛剛亮哥所講的話 從今天開始就在現在這個時間 美國跟菲律賓正在實施肩併併 是歷史上以來最大一次 總共一萬六千人 他演員的科目有兩個科目 一個叫做集成這個集成訓練 就是把一艘中國賣給菲律賓的遊船 拖到那個地方 用印度的飛彈布拉莫斯飛彈 要把這條軍艦把這條遊輪集成 第二個叫多島演練 那大家想想多島 多了島就在這個美濟 永屬 祖壁 這三個島的旁邊一個島 他們要在這邊做多島演練 那我們後續來講 中國我們看看可以靜待而觀 中國後續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從今天開始演練這兩個科目 今年的肩并肩演習 那我特別要講 其實在巴布亞紐吉內亞 要跟澳洲的一起來看 當然澳洲我們都一直認為 他是一個南海一樂園 從來不會遭受到任何的威脅 他到現在為止歷史上 他被威脅的只有一次 結果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被日本威脅到 日本其實已經要進攻到澳洲的本土了 那時候澳洲很急 因為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 他都跟著美國走 他都跟著英國走 因為他是屬於英國的 這個屬地的國家 所以只要是美英兩國有事 他都跟著他一起 到現在為止還是澳克斯 我們講澳克斯聯盟 就是美英澳三國的聯盟 所以他那個時候部隊 就拉去二戰的時候 他部隊跟著美軍 一直拉到澳洲去作戰 他自己本身澳洲他認為 他認為這個日軍不可能打到他這邊來 所以他的部隊都調走了 但是沒想到日本打過來了 所以那時候爆發一次很有名的海戰 就是美軍幫日本來 幫澳洲來擋住日軍 叫三五海戰役 就擋住那次 擋住以後 那澳洲開始就有這種警覺性 我雖然說是在南太平洋的海角一樂園 但是我還是會受到軍事威脅 所以他開始認為說 他自己必須要有陸上來講的話 他必須要有自己的防衛力量 也因此來講他積極跟美國跟英國 來做一個結盟的動作 那除此之外 他也認為說現在來講 他這2024的國防戰略 他又認為說現在的武器射程更遠 對不對 威力更大 然後速度更快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不太可能再保有他自己 海角一樂園的這種 又不是二次世界大戰那些武器裝備 所以他必須要有增加他國防的意志 那因此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之前他做的就是跟美澳 繼續加強這同盟關係 另外他也希望跟這個巴布亞 紐幾內亞來講有一些 國際之間有一些合作 因為巴布亞紐幾內亞 過了巴布亞紐幾內亞 下面就是澳洲 所以巴布亞紐幾內亞 這個中國是講說 你們不要把他當後院 但是我覺得對澳洲來講 巴布亞紐幾內亞是他的前院 是他的前院 不是後院是前院 就是如果說是敵人 他不管是什麼樣的敵人 如果造了這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後 就直接可以攻擊到 威脅到澳洲 所以他是他的前院 那也因此我們看出來 就地緣戰略 其實對每個國家影響都很大 那解放軍這次他 這個這次他的海軍節他很低調 他沒有辦海上閱兵 那他只有展示他的052D 這個驅逐艦 飛彈驅逐艦 貴陽艦的戰力開放參觀 那我特別要講 其實052D其實並不比055X 055它是火力更強大 他帶著這垂發系統 112枚的垂發系統 那052D也是一樣 號稱中華神盾級的驅逐艦 他的梅達功能 他的徵收功能 還有他導彈是64垂發 64個發射孔 他比較小一點 數量比較少一點 他的戰力還是很強 但我覺得對沙烏地阿拉伯 剛好夠用 為什麼沙烏地阿拉伯 他的威脅來自誰 其實他最主要海上的敵人還是伊朗 他還是有伊朗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一個是實驗派 一個是虛擬派 雖然前一陣子 在中國的撮合之下 兩國已經走向和解道路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 軍人來講他的觀念 他不可以一日沒有戰備的思想法 還是要準備 我還是要做這種準備 雖然說我不那個 我沒有主動要挑戰 但是我要防備敵人來打我 那對他來講的話 他有沒有需要這種海軍的戰力來講 我覺得他還是有需要 由於是夜門 夜門對他來講也是一直在攻擊他 那我們要知道 這不管是在波斯灣 或阿拉伯海這邊來講的話 對這個沙烏地阿拉伯來講 他有需要一艘軍艦 但他又不需要說到航空母艦 這麼大等級的 對 他應付的敵人 如果說只要應付的是伊朗 或者是胡塞組織這種 就是海軍的軍力很弱的國家來講的話 052D我覺得對他來講剛好 他足以威責這種型的軍艦 威責依然是綽綽有餘 那如果說是保護他海上的貿易線 對這個胡塞組織來講 也是綽綽有餘 他不需要用到航空母艦 或055這麼大的驅逐艦 他不需要用到 所以我覺得052D對他來講剛剛好 OK 1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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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5 5 5 6 7 9 8 9